中國這樣的經濟衰下去 就不管誰當選 下一個所謂的書記也好 領導人也好 當然要跟美國講話 你看美國剛剛又加了十幾間公司 買不到晶片就是破產 就這麼簡單 你看華為就明白了 華為原本是這麼厲害的公司 現在什麼都不是 就是說所有在大陸要用晶片做那些高科技那些東西 做那些家電 家庭電器那些就沒有人理的了 但是做那些高科技那些 早知就沒有晶片談 那些就玩完了 華為它做得很好 但是它不劇作 晶片不劇作 大疆啊 那個什麼DNA那家專門搞DNA 早知你沒有晶片就不用想 搞人工智能也不用想 這個只會一直下去 中國的經濟 包括香港 只會每天一天衰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 最後有一天 你當然要十億多人要餵食飽的 那個經濟怎麼搞啊 而且還欠債 欠得很厲害 你看恆大那些債 根本沒有人去談都沒有人去談 你不談 基本上所有地產公司以後都不用借 又要還息 現在的息又貴 又要還盤 所以基本上大陸的經濟呢 現在兩邊鬥 習近平和他反對決鬥了 基本上大家沒有人不管 經濟是有的區 民生是有的區 那些他就不理 最重要是要誰拿到權 所以就這樣看著他 英文叫free for 就是這樣就直追 一直下墜 那到一天 到一定了 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拘捕了四人磅 七六年尾 接著七年初 他們就來香港 我們來談 求我們上去開廠 這樣那樣 投資這樣那樣 如果下次你求就未必是 搞定了香港 讓香港可以幫他找一些外匯 人民幣可以引外匯 沒得引的嘛 他需要很多外匯來還債 他借得了三萬億 即是他自己有三萬億左右 所謂 借了六萬億 就借得了三萬億 那你才去哪裏還穩呢? 現在出口又被人搶了那些生意 是吧? 又搶不到私 又借不到錢 以前可以拿新債來還夠債 頂夠債 現在就不行了 所以他很需要香港幫他找 香港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真的要搞點香港 沒三年 五年 沒得搞的 人家信心 不只是信心 你大陸沒得信用 我做生意知道的 你沒得信用 每人都沒人幫你做生意 我做什麼呢? 我做生意 你好像很有錢 你賺錢 但是你沒信用 每分鐘的錢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跟著那個生意 你說的東西完全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變成了 就可以很多年了 但是如果遲早他們要開始 那開始的時候 就全世界 當然由美國帶頭 跟他談 他當然去求美國了 你看看現在王毅學了第一步 就去求 美國說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是怎樣的? 比如在人權那方面 你以後怎樣對台灣 你講過講話出來 那時候當然變回 我要和平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拜一拜 統一都不敢說 我告訴你 你看著 統一都不敢說 真是求人家 讓他進去那個世界的那個所謂 真是共同體了 他講的 別人真是共同體了 我進去那個共同體了 全部 你要做什麼 台灣怎麼樣 新疆怎麼樣 西藏怎麼樣 香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就做定功課 要做一個民意調查 哪五樣東西 哪五樣東西是缺一不可的 我們這個訴求就給美國 還不是給全世界的那些自由國家 那談判的時候呢 真的 香港不說你搞這些五樣東西 我們就準備在網頁那裡做一個 大家都可以提議哪五樣東西 可以提出五十樣東西都可以的 那哪個like最多呢 就是我們搞出五個 我們對外國就是訴求 外國對中共就是條件 這五樣東西不夠你做 還沒做呢 其他東西就不要談 這個制裁 那些禁運 那些不賣給你 那些不賣給你投資 借錢 什麼都不用談 什麼都不用談 看看你餓得多久 這個都挺實際的 未必將 未必打的 是不是台海的 他不夠力的人打 裡面就分裂 現在大陸裡面分裂到頭上 所以根本就是真的要出兵的話 大家都要一致的 打仗的東西不可以裡面分裂 你看現在好像還債 還外債 都沒有辦法統一 打仗都要統一的 軍隊裡面都有幾個 幾派人 所以呢 我稍後講 那個問題是很大的大陸 分分鐘 大家沒有人想得那麼遠 但是又真是有見識的人就說 現在分分鐘這樣出不了糧 中央出不了糧 或者地方出不了糧 出不了糧 給那些軍隊 那就變成了軍隊 變成軍閥 自己搶著自己搶著地 賺錢來自己養自己的兵 那就是內戰了 以前就是這樣 軍閥時代就只靠這樣 所以他這樣下去 如果全世界不讓他出回來 做回生意 穩定回那個大局 將來中國完全有可能內戰的 那內戰呢 老實說香港的肥肉 那個肥肉 那邊都是撐著香港 是吧 養得住 以前的軍閥你見到 走來走去都是為了搶錢 讓他養著軍隊買先進的武器 是吧 那幫軍隊不只是養著他 要發達的 那幫軍人 是吧 那以前的軍閥時代就是這樣 中國內戰那時候的軍閥就是這樣 這個完全有可能的 五個軍區不是東南西 北中 那他們不怕 你看這長城幾天 都是東和西都在調 北又調了 上個月內部非常不穩定 那將來就會有些軍人出來 控制這件事 大家來鬥 他是不是支持你 習近平 我不如支持自己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國玩的 你那些軍人 我是不是支持你 就是那時候 軍閥 那些軍閥 你對我好了 我支持你 如果不然我自己支持自己 我自己已經說了 軍人也是這樣的性格的 我不需要支持你習近平 我不需要支持你李克強 我自己支持自己 不對我的話 所以現在軍人 他們依靠 軍人依靠得很厲害 變了5個軍區分分鐘變了3、4個軍區 完全有可能 這件事 我說了主題不好意思 克里米亞那裡烏克蘭那些軍軍炸了那裡橋 去克里米亞那裡橋 這件事是很大的事情 就變了這個升級 這場仗是升級的 克里米亞我一直都說 俄羅斯人覺得差不多是他神聖不可侵犯 那時候被克魯夫這樣烏克蘭送給烏克蘭 那時候蘇聯一個國家都沒有所謂 現在都很有所謂 俄羅斯很冷的 他們的人去度假最舒服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亞 它突然間這次你說要拿回來 當然法律上我們知道誰對誰錯了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就升級 升級大家 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現在呢 普京那裡 就是俄羅斯那裡輸了 就是軍事大亂 個個都想走 不是投降 就是逃兵 是吧 在俄羅斯那些年輕人都走 離開 飛機票埋了 全部人都不敢收 太多人走出來 變成了它沒得打的 根本 它一直在吹說用那些小型核武器 它還沒用而已 它還在準備著 就是它的核武器是和我們手機一樣的 有時候用了新電池 要重新電池 要重新電池 那邊就出手了 未必需要美國的 烏克蘭它搜到很多武器的 在那裡走 又精準 又不需要準備 一按鍵就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一觸即發 它現在炸了Q了 俄羅斯當然有反應的 不可以完全沒有反應的 是吧 要阻嚇烏克蘭進一步 佔領整個克里米亞 那它當然是要匯擊的 那些普通匯擊 人家就當它沒到的 那些東西也不准 那些常規武器 就算它的導彈 也不准 經常都射什麼的 人家根本就知道 它也不知道射哪個目標 因為它那一套東西不行 它那一套 看人家那一套東西 那一套 沒有人機呀 太空那套東西 就不夠美國來 當然啦 大家知道有個Starlink 馬斯克那套東西就很癲 最近就好像說 有一點點問題 馬斯克就有壓力 最近就有很大的壓力 這個我突然間下一個說的 所以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 現在就走向一個局部性的 地區性的核戰爭 完全有可能 我再三重複了 烏克蘭絕對有核武器 只不過不敢說 因為你知道了 國際上有核武器 人家就對付你了 但是它的能力 核電站也有有 廢料也有 有 技術也有 有 蘇聯的時代那時候很多武器根本是烏克蘭做的 那幫科學家也有 有 工程師也有 根本就是幾年前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你看著 如果俄羅斯只有它準備 而且那些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分不出的 分分鐘在俄羅斯境內 包括它的基地裡面 有多少 運了多少個烏克蘭人呢 我們很清楚 那個 我的朋友在那邊說 根本沒得防防不勝防 兩個人擺在一起 走去俄羅斯人 兩個人說話 完全分不出的 那就變了它還沒發射 已經被人出擊 等於拔槍了 你拔得慢 人家拔得快 人家打得準 你就射出去不準的 所以一動呢 不會 它不能說射去歐洲 只是射去烏克蘭 都被人先下手為強 先發制 這個就是我猜會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在國際輿論上當然會說 你一用核武器 所有北約 當然是瞄準你所有的基地 未必禁制 但是所有北約 包括日本那邊 韓國那邊 全國俄羅斯那些所有基地 所有基地都被人瞄準 都被人瞄準了 然後你一揹一揹 就一起炸毀 這件事是現在來的 如果幸好呢 俄羅斯下面拖了普京下來 不要讓它掃下去 否則整個俄羅斯 所有的軍事基地全部毀滅 不需要打擊城市的 現在美國的武器精準度 只是毀滅了你所有軍事基地 不一定是飛彈、導彈基地 陸軍基地、海軍基地、空軍基地、導彈基地 全部毀滅了你 讓你完全無法廢了你的武功 然後說到這樣 這件事就是這樣發生的 最後呢 就普京 就是美國那裡 你不理它 怎樣呢 總之 美國呢 就不讓你普京的政權下去 然後最後 我都說了很多次 要拿你俄羅斯分開幾份 不可以讓你的能源 控制這麼集中 不讓你集中呢 將來就不可以威脅到全世界的安全 現在你看到很嚴重 加賣、沙比亞、阿拉伯 你減產 在OPEC那裡 那個石油那個 Cartel Cartel叫什麼 就是大家控制價錢的 就這樣減產 價錢有起 搞到全世界呢 就中火膨脹 然後呢 就搞到美國要加息 美國要加息 其他的國家全部不跌 變成一個全面的東西 剛剛全世界就經歷了那個疫情 已經搞到精疲力捐 那些錢呢 花了兩年多錢 就沒什麼收入 所有行業都是 變成那些銀行呢 都乾了一堂 那你說再搞這種東火膨脹 又這樣那樣 只會雪上加霜 那這件事呢 對那個經濟是很大的事情 那現在西方啊 G20他們全部都認清楚了 一定要拯走你普京 那你現在犯了這麼大的禁 所以那個日子 他們問我普京的下場 我看不出他 他又不會被人抓 我猜他最後就是自殺 自殺 因為不是軍事法庭 坐著這些人 終身監禁 在烏克蘭做了這麼多 死了十幾萬人 不是平民的 正式軍隊 烏克蘭只死了軍隊 差不多一萬多人 接著呢 十幾萬人是平民的 那這個全部要還的 這些要還的 所以那邊很緊張 當然這邊也很緊張 你看到韓國、北韓和南韓的飛機 在空中 一個12架飛機 一個30架飛機 很容易就出事了 這個也是很緊張的 因為那邊北韓就受俄羅斯指示 就另外開閉條戰線 讓你那邊有壓力 那他可以呢 他談判那時候可以籌碼好些 那金仔就很窮 那你如果答應說 給他很多免費的石油啊 天然氣啊 那些什麼 他就什麼都跟你做了 等幾個彈彈 那些飛機場去飛一下 什麼的 所以俄羅斯 就是威逼利友 就叫他在那邊搞事 讓美國開出第二條戰場 中共就不用 中共不用 而且搞的 現在搞的20大 誰有空給他搞這樣的事情 那就紛紛金三龐出手 那麼 那這裡呢 就現在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形勢 就是俄羅斯那個 實際就是美國對俄羅斯 那種水分 那種水分 像在那裡 像達天 那種水分 像是 你 有 特色之 中文字幕——YK